字幕志愿者 Thirty G 大家好 今集有利港 we will talk about土地 在去年年底,即是很短的时间 土利小组向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经过了五个月的公众咨询 也就着早前的18个选项 有一些民意的咨询 报告里面已经交给政府 今天我们评论一下报告里面的选项 里面有八个选项 都是比较很全面 做了很多场资讯和问卷都比较多 去收集市民的意见 不如两位有什么看法 对土地小组报告里面提出的八项选项的意见 我认为这八个选项 其中有相当部分跟我们公众联会支持 以前去年做的问卷调查里面 我们的提出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是叫多本齐 我们没有选一样的 我们当时的问卷由居民自己选择 基本上得出的结论都是多本齐 包括棕地、农地、哥尔夫球场的收回 填海、岩洞等等 我们有重复的东西都多 在数据上面 我们的问卷做了的数据 强锋介绍一下 前面有三千多人去做了一个问卷 其实都接近的和报告大致上 其实都是大家去分配 可能在填海方面 我们那时候是有78.4% 私人土地和农地的储备 利用的也有74.1% 中地我们也有64.5% 利用私人游乐场 或者是哥尔夫球场等 都是有68.7% 整体上和我们的报告都很接近 大家的民意都很相近 听说他们的委员会 都做工夫做得很多 就是说我们应该赚一下他们的 不错 在报告里面 应该做了一百多场公众参与活动 例如一些会议或展览 和一些各类持统者的会面 也收了有三万份的问卷 我相信这个也都是 有时以来都比较 量与质都比较多 都比较全面 这里是值得肯定 突然小组 还有最关键在于这个小组 是由民间 例如黄武辉 作为民间的一些 持统者去做主席 和过去政府有一个官员 做主席都不同 我相信小组里面 一些委员都比较有尽力 我相信这个也是肯定犯的 那段落 文心 阿峰 对于今次报告里面 公公联会对他们的一些 选项建议有没有整体看法 我想回顾一下 转换 稍后再说 我们公公联会也有参与的咨询 有 那咨询上面 老实说我都很佩服 我们小组的成员们 那种来心态度 其实很多场面都激烈 反映了一部分的民意 但是公屋的诉求 都强烈的 阿伟 我很强烈的感觉 当天我们站在铁蓝前面 我们几个代表 阿伟 浩然 几位代表 阿Sam 几位代表 我们反映公屋的事情 后面有一班 相信是公屋居民 要加建公屋 和我们不谋而入 虽然场面比较虚陷 有些秩序上需要改进 但是民众的呼声 我觉得是重要的 尤其是 我会觉得对公屋 兴建公屋的诉求 我会觉得是不谋而入 另外一个说回 我们和土地小组之间 有敏感的地方 刚才阿强峰说了数字 但是我们公公联会 我们的问卷上面突出了 有几样东西 短期措施 其实就是现在说的 个度性房屋政策 我比较失忽的体会 就是我们的公屋居民 其实是理性的 比如在公屋里面 一些社区会堂 或者解释加一件几层楼 让一些轮后 人们早点上来 以后地址比改变 他起高点 多些单位落实 让轮后者早点上去 其实我们的公屋居民 本身对个度性房屋政策 是理解和支持的 不是想像中 我只顾自己 不是这样 我比较强烈的感觉 至于小组上面 一些项目上面 阿强峰你怎么看呢 其实也是的 因为刚才主席所说的 公屋居民 很多人很希望可以上楼 那个心愿很多 因为其实 现在很多人都需要住劏房 或者环境比较差劣的地方 我最近有些街坊上 又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些中长期 甚至短期的发展是很需要的 因为例如 可能说填海 填海真的是需要10年 10年的时间以上 太长了 其实中间的过度性房屋 如何落实 甚至收棕地的發展 其實棕地都比較散 散而之也可能要有個回收過程 都是需要時間 所以怎樣落實了中間的過渡性房屋呢 我覺得反而是很迫切的 就算短期措施也好 現在我們對哥爾夫球場的收回我們的問卷 公共聯會的問卷反映回來 支持收回哥爾夫球場用來蓋房 這個在他們的報告裡 它有短期措施 不過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短期措施也有限 要平整 還有公路建設 比如說我們副主席南偉良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你在那裡蓋房屋可以 但是現在新界東 或者北區的交通濕塞都很厲害 你沒有具體的交通配套 比如說天橋網絡的增加 或者水平增加 水平增加 你貿然在那裡興建 對於新界東是一個加深他們的交通問題 但是從土地使用上 我就會覺得 因為它相對地比較快 現在只有32公企 跟我們原本的全數收回的距離都很遠 其實我想原則上那八個選項我們都歡迎 都是比較合理的 都民意比較高的支持度 但是唯獨我們都要說回那個所謂高爾夫球場 這個我本人覺得失望 失望什麼呢 沙爾公企肯收 我想小組只是中間落墨 為什麼這樣中間落墨呢 現在可能社會上對於這個方案 都有比較兩極的意見 有些就很支持 有些很反對 小組的說法就是 不如先政府收了32公頃 其餘的140公頃就留待 之後政府就自己想好它 這個我就比較失望一點 既然民意都比較 有些人支持都比較高 建議收回哥爾夫球場 我覺得在原則上 政府是應該要收回整個哥爾夫球場 作為一個原則性的選項 至於你分期分批去做這件事 可以再斟酌 而不是好像小組現在的建議 只是你先收了32公頃 32公頃就包括了什麼呢 可能是停車場 還有八個球動影響比較少的 整體對哥爾夫球場影響 就不算特別好嚴重 留待之後政府 因為你覺得適合就拿來去收 還有你也要想想想 如何重置這些哥爾夫球場 我想這些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主要的決心 大不大呢 因為你說近和遠 我想是方案裡面 也有些短和長的 一樣都要做的 因為我們看到土地 缺乏不單單單我們當下問題 我們都要在我們的未來 都要考慮一下我們怎樣去想 因為土地小組也提了 一個比較我同意的觀點 就是要建立一個土地儲備庫 過去一些很慘痛的教訓 就是我們過去政府 做地做得太少 過去可能是曾蔭權年代 做到大概400公頃的土地 大部分都是那些機場的填海區 不是拿來做一些其他發展 或者住宅的話 相對於現在我們沒有地 就很嚴重 所以不應該再重蹈複製 這個問題 未來我們應該要再做得 比較多的地 建立土地儲備庫才行 阿強鋒你怎樣看 其實我很同意各位的說法 因為其實哥爾夫球場 你回收 好像我們觀塘為例 可以安達安泰 你建立了屋邨 連你的交通配套都做不好 現在那些街坊很慘 他們一搭巴士 真是臉貼著玻璃 所以我所聽到的 如果一個哥爾夫球場 真的要發展的話 你的交通配套沒有做得好的話 影響了更多居民 場地我覺得是需要找的 大家都要去找的 土地儲備庫怎樣去完善它 去做 有需要的時候真的要出來 但現在其實地質完全不夠 所以先找到地 與何中長期 我覺得都要一起去做 所以我覺得 如果從土地用途 或者發展上説 土地儲備都是應該 必須要有的 過往的一個時期 我們經常都抓住 曾任權好像 其實是這樣 土地儲備 從那時候開始 停止了底下 做成以後的特首 兩屆 林鄭英也好 所以你不搞土地儲備 都是濕制 所以在我們的問卷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支持土地儲備 因為你沒有 正如郭偉剛才說的 你不是現在解決了就算 以後千秋萬代 你都要有土地儲備 有地未必要用 但是你要用的時候 沒有地就糟糕了 這是歷史的教訓 但是一個 至於填海的問題 很有趣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我們都做文卷調查 我們都在上門做 一開始問一些居民 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那些居民說 填維港的 填到過海 走路過海 那麼不好 維港是我們 香港的標誌 特色 他說不是 我們是維港以外填的 不是填過海 原來坊間有很多美麗的誤會 我覺得如果說到土地儲備 和製造土地 填海雖然是長遠 但是作為一個項目 我覺得是需要去做的 其實這麼多選項裡面 唯獨是填海 是新增土地的 其他的選項 其實主要說是 我們土地的改惑 或者土地的一些 重置的用途 如果你說要在 現有的土地 要新增 其實填海是一個比較 過去都做了很多 新增 都是填海 還有我們看到報告裡面 都提過 同意 特別是東大嶼 那個填海計劃 都是一個大面積的土地 其實是令到政府 所謂重掌土地的華語權 現在我們要脫地 就是說 樓價等等的房屋問題 其實是難以去解決到的 如果你拿到很多土地之後 其實你可以適時 在不同的社會因素之下 可以推出一些地 這個就變成了 你可以有一個調節作用 現在就是 填海是可以發揮到這個效果的 沒錯 其實還有一個 除了填海之外 有些用途比較 是沒有以前那麼流行 譬如說屯門的內航碼頭 那塊土地都很大 其實 善於將它改造的土地 這樣變成 怎樣說呢 令到它的用途再增值 更改變它的用途下 對興建房屋 或者將工業的大廈等 你調配 藤穿一些好的土地 方便的土地 建屋也好 休庭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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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內河碼頭的面積 如果能夠成功改造的話 都會有成功的沙田那麼大 但是呢 依然是 剛才強風你說得很對 其實哪個地方都是 有一個交通配置 搞不好 就寫了 現在屯門都塞到雲守在處 那你如果 搞不好 就塞上加塞就死 當然你可以走入元朗 再走入大廈隧道 走回來 不過是繞了一個圈 那個圈就不算很大 但是如果你人口增多的時間 那個擠迫都可以上漲 所以交通配套 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就算你是以後有人做到也好 那個交通配套 我們都堅持一個觀點 你沒有一個集體運輸 大型的運輸 應急或者應付人流 都會濕陣 應該是作為 城市設計的那方面去想 所以整體上我覺得 規劃 不論是土地 和可能是交通配套 都一定要一起去想 在我們這個土地 已經想到了這些地方 我真的希望發派 政府可以落實去上馬 上馬完之後 也要想到交通配套 不論是鐵路好 公路好 這些人都好 如果不然 苦就苦了市民 等一等十幾年 上了樓來 原來上班 搭車搭船 都原來這麼辛苦 不過說了 現在土地小組的報告都交了 那波就要交給政府 究竟政府是否會如實落實 這個我們都要關注 是否按照小組的分析 或建議 還有我們都有看法 例如都建議過 是否應該要成立一些 類似現在的土地小組的 一些獨特委員會 是否都可以監督一下政府 你是否成立 可以有持續性 可以找到一些土地 亦都可以更新一下土地需求 你們兩個怎麼看法 其實我又說回我們公公聯會自己 我們問卷裏面 最後一條都說到 大家願不願意成立一個 民間監察土地的小組 長展下去運作 那麼那個 那個數字上面 支持我們這個建議 那個都九成多 九成多認為現在的 其實是官僚作風的民心 對官僚的諷刺 你下下都是左拖右拖 由民家來監管 民家來發聲 我們民眾參與 社會管理 我想會更好 這是我們公公聯會的態度 沒錯 因為整體上 都要有一個持續地去找地 我經常都說 不要就是一個報告員 之後就變成一個句號 我希望繼續下去 可以多些 找到多些 令居民有地方住 我想土地有問題 過去一年 一百年 社會焦點 也有很多爭論 有支持 有反對意見 都同意小組想說 例如 加入報告 我們都有一個 比較全民參與 是時候 是否都可以放下這些爭拗 真的要走前一步 說了一年之後 其實要做 做才是實際 你說太多 原來做不到 其實都一定會失望 其實我會覺得 有時候 阿偉的觀點 我完全支持 剛才那個說法 說多無謂行動 實際 你說那麼多 那麼多建議 沒有做得到的 就是浪費 所以呢 我都是堅持一個觀點 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政府部門之間 要拆牆送綁 要互相配合去做好它 現在提出來的建議 都必須要去執行 包括田海也好 其他的棕地也好 其他的發展農地也好 你必須要馬上採取措施做 還有一個土地儲備的 是必須要做的 你不要頭痛以頭 腳痛以腳 近這十年二十年 你搞定 之後又怎樣 城市會發展 香港會發展 人口會增加 都市要發展 所以我覺得 土地儲備這個概念 不是概念 這個措施 必須恢復 而且要好好執行 好 我們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土地方面 就繼續拭目以待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拜拜 複製 入場 有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